尋求某一個儲存格裡面的開頭有什麼字的話 你就前面開頭 當然不一定是括弧啦 可能就是什麼什麼字也有可能 比如說 常常就是有一些特徵就對了 這個當然你可以針對你工作上 的需求因為常常就是需要找什麼資料的頭 找什麼這個尾 然後把中間的資料切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我們就利用那個fine加mid 如果找不到才需要ifl 所以如果裡面一定會有那些資料那就不需要ifl 所以大概是三個 這個函數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所以前刮弧 再後刮再把這個 再把這個部分 貼到 這個mid裡面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才需要用ifl 大概是這樣 所以特別是 我的習慣是這樣啦 就是先做 裡面一層 然後把它剪下來 再貼到下一層 再剪下來再貼到下一層 所以如果我會用到 這個三個函數的話 那理論上我就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 那就三個步驟 如果還有第四個那就剪下再貼上 所以最後公司會很容易藏一串 但是這種 好處就是說 你在打公司的時候比較不容易發生錯誤 因為我是漸進的嘛 反正你第一階段做對了 那你第二階段如果也做對了才會下一階段 那如果中間有錯誤你就再修正就好了 不會像有些時候就是從頭打到尾 錯了不知道錯在哪裡 所以這個方式的話 跟各位 說明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 當然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你們再想想看有沒有更快的方法 看起來似乎就 差不多是用Fy函數 好像是最簡單的啦 不知道還有什麼 好像就沒有了 所以 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那可能還是土法煉鋼 土法煉鋼真是 就是災難了 你實在太多了 所以呢 在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希望可以把它改成VBA 那一樣啦 就是一個公式 當然清楚嘛 輸出公式 這個 這個 再來就是 輸出結果 輸出結果的好處就是說 裡面呢 只會結果 OK 不會有公式 那所以呢 相對的喔 你會發現喔 如果輸出公式 這麼長一串 但是如果輸出結果 才幾個字而已 所以相對起來 最後呢 如果輸出你的檔案大小 其實還是有差別 如果你的資料多的時候 至於 當然有的時候你 至少可以是VBA加快速度嘛 所以第一個方法已經不錯啦 如果可以的話 你當然可以再進化到 第二個方法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看好了 首先呢 其實這個跟剛剛 寫的還蠻像的 有沒有 就是剛剛那個手機 的那個範例 第一步一樣什麼 在開發人員裡面 Visual Basic 那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一樣是開模組 不過我因為檔案開太多 我把 不相關的檔案把它關掉好了 像這個把它儲存一下 那這個 這個把這個好像開兩個 這個把它儲存一下 那剩一個 Visual Basic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我是寫在一個模組裡面 然後總共的話呢 一樣是寫一個清除 一個輸出公式 一個就是 我們那個 直接用 VBA 裡面的函數 那特別是有 VBA裡面的函數 找來找去 因為 在Excel裡面是用Find 尋找嘛 可是呢 在 VBA裡面沒有Find這個函數 但它另外有一個函數叫 INSTR 叫IN3吧 IN是在 印 STR的字串 意思說在這個字串裡面有沒有哪個字的意思 不過呢 它跟那個Find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是先找哪個儲存格 再找什麼樣的符號 或什麼樣的字源 顛倒一下位置而已 其他都差不多 至於怎麼寫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還有一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大概差不多啦 所以呢 寫的方法的話 基本上我們從頭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一樣就是先 一樣記得 先開啟VBA 第二步的話呢 一樣先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我講過 你記得要按右鍵 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先寫一個什麼 清除好了 清除好了 清除我們是什麼 For I 等於 第2列 到第10列 做什麼呢 把B欄的資料清空 所以 Sales ID的B欄 等於空的 這個剛剛寫過啦 所以我就不重寫了 知新 清除 另外的話呢 向下追蹤 這個也可以改寫一下 有沒有 你可以用 Range A1 所以這個大家 你把它複習一下 剛開始寫 也許不一定要追蹤 但寫完之後你可以再練習一下 從A1 向下追蹤 點 END 但你打個1 它會END出現 你可以按個空白鍵 前刮弧 它會出現什麼 向上下左右 那你再用選的 我習慣按空白鍵 然後再什麼 後刮弧 再點什麼 點弱就可以了 這樣子 保證 按空白鍵 OK 如果你說老師好多空白怎麼辦 沒關係 移開之後怎麼樣 他就空白鍵就自動不見了 反正這就習慣問題 還有呢 我打字都打小寫 那你移開之後你會發現 如果你沒打錯字 首次都會變大寫 但是如果你移開之後 手次還是小寫 那表示你打錯字 就這樣而已啦 我發現同學最常遇到的問題 就是打錯字 第二多的還是打錯字 每次都是打錯字 對不對 好像沒別的 因為你只要不要打錯字 我發現 寫程式好像沒那麼困難 那怎麼樣避免打錯字 反正每個人都一樣嘛 你就熟練就好了嘛 不然你就是 照著範本打吧 OK 你每個人你自己想一個方法 你只要不要打錯字就好 你會發現如果你不打錯字的話 陳日寫起來其實還蠻順手的 而且它RUN起來感覺還蠻棒的 因為一下就跑完了 OK事情就解決了 那你效率就提高了 OK 何樂而不為 OK 那 只是說你可能要付出一點時間 就是要學習啦 就這樣而已 而且你 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你會不會回不去了 那已經這麼 感覺好像越做越有心得 你會思考說 要怎麼樣用 比較快的方法在處理事情 而不是塗法煉鋼 OK 所以第一個啦 這個清除做完 第二個的話輸出公式 那輸出公式我們講過嘛 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呢 複製過來 然後呢把這個公式直接放過來 那公式的話就剛剛這一串 那我剛剛講過 就兩個重點 一個1 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貼到記事本裡面 有沒有 然後用編輯的取代 一個變兩個 再把這一串公式 直接貼到 那個雙引號裡面去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步驟沒做錯 其實也有點像固定SOP吧 貼上嘛 OK 那你現在執行的話 他應該就會 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這個應該是F2啦 A2吧 執行 全部都沒有 因為裡面都是A2 應該要把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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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成I 變成I的方法 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 比較快的方法是這樣啦 就是先找到A2的2 選起來 雙引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前後再加上空白 那一般我的習慣是我做一個 其他用貼的就好了 不過貼你要特別小心喔 貼的方法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一下 貼到這個 第一個2貼上 貼上第二個2 再貼上第三個2 這樣就大功告成 只是說那個 貼的時候要小心喔 因為 只要有一個地方做錯 後面就全錯了 那如果全錯 如果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我建議 該重來一遍好了 因為說真的你要找到那個錯誤 不如你重做比較快 OK 重貼啦 只要不要貼錯就OK了 你看我就照著貼嘛 甚至閉著眼 也不是這麼簡單喔 就是 就是這樣做就對了 OK 反正這兩個步驟 以後你只要把你做的公式 照 兩個方法 我剛剛講兩個步驟 做完之後 再執行 那應該結果就會正確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 OK了 他就會把公式 幫我輸出過來 那再來我就做兩個按鈕給他 有沒有 這樣子 這樣比較簡單啦 只是比較麻煩的應該是這一個 把公式 變成不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那這裡面的話 就會牽涉到 幾個問題 第一個 你的什麼呢 你的fine要變成 另外一個VBA的函數 我剛剛講的 你可以用 INSTR IN3這個函數 那第二個的話 ifl 但是VBA也沒有ifl if就是邏輯 所以 這個地方我是 因為他沒有ifl 所以怎麼辦 那我就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用VBA 裡面的 邏輯判斷 不過跟各位講 邏輯判斷也是下一個單元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因為其實城市裡面 最重要的第一個 就是回圈 回圈就重複做 你會發現重複做 真的是他的專長 你要叫他跑1000萬次 他也在瞬間 全部一下完成 但是 重複做是一回事啦 但問題重複做裡面 你是不是有的時候 需要讓他做邏輯判斷 因為我們有時候眼睛 要不斷的看 然後不斷的判斷 判斷之後要做什麼 所以如何在 回圈裡面 再讓他去做判斷 有沒有 所以我待會要判斷什麼 判斷如果他儲存格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如果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不要去做 什麼 尋找 切割的動作 對不對 就跳過去好了 所以 我要怎麼在 回圈裡面 再增加一個 邏輯判斷 當他裡面 資料是空的 我就跳過 不管他 如果有刮斧的話 如果有刮斧 那我就是 再去做 我需要做的事情 程式如何寫 所以等一下這一段程式蠻重要的 但是難度還有一點高 那寫的方法我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 一樣 跟剛剛有點類似 把 我們剛剛也是用複製貼過來 我習慣的選取 Ctrl鍵按住 再拖拉 其實Ctrl鍵按住 拖拉就是 Ctrl C Ctrl V 只是這樣 會更快 所以你會發現我還蠻喜歡 Ctrl鍵按住 因為寫程式 複製一直複製 這樣很快 OK 再來的話 把底線公式刪掉 就刮鬍自串 接下來的話 範圍是一樣的 只是說 我們要怎麼讓他去尋找 所以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把 中間這一行 把它拿掉 比例的掉 尋找特別注意喔 我第一個 我先 去讓他尋找 可是尋找裡面 我剛開始 如果你假設不知道 說 VBA裡面有幾個函數 除了說 用Format按 F1之外 另外教科第二個方法 就是你打VBA 點 有沒有 點下去之後 其實VBA裡面所有的函數都會列出來了 OK 像我剛剛Format 你打FOR 有沒有 Format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假設你不知道怎麼用 你可以先點他兩下 然後放在上面按F1 再查查看 這個是不是 你可以用的 像我以前就常常這樣 我會去 用拆的 因為有時候 真的不知道哪個函數可以用 那時候我就想 好像是不是有一個 因緒函數 或者你可以去裡面找 INSTR 這邊有 然後我就找到他了 然後呢 我就按F1 去尋找 不過順便講一下 你會發現 INSTR 它底下還有一個INSTR 後面加REV 這什麼意思 其實跟各位講 REV 就rever rever就是從後面的意思 所以 一般是從 第一個字開始找 可是如果你將來你的資料 大部分要找的都在後面的話 那你用REVER比較快 對不然的話你要從頭找到尾 那效率一定沒有用REVER來快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們用這個 那錢刮符之後的話 他就會跟你要 但如果你不會用的話 像我為什麼知道那個參數剛好跟Find顛倒 因為我按F1 查過了 OK 所以我們第一個 就是跟他講說 因為去哪邊找 去A欄找 那所以我就是Sales 哪一列 DI列 哪一欄呢 你幫我到A欄裡面找找看 找什麼東西呢 找 錢瓜糊看看啊 找找看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呢 那你就幫我存起來 可是你存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 VBA還有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他可以產生變數 可以暫存資料 所以我可以多一個A A等於找到的東西 找到的位置 所以呢他如果找A3裡面的話 他理論上 A會得到什麼 得到3 那所以呢 一樣的方法 我可以 再把這一行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我可以怎麼 再加個B好了 B可以去找什麼 找後瓜糊 有沒有 所以我就知道 假如是A3的話 那A 裡面就是放3 B裡面就放9 有沒有就是前瓜糊跟後瓜糊的位置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不過我跟各位講 如果他找A2的話 那A裡面 就會是0 0的話表示說 他找不到你要找的前瓜糊 OK 所以 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我們要切割的話 切割部分的話 我們就切割到B欄 我先把這個資料先清空 把這個 那如果說我要把它切割到B欄的話 那我就可以 Sales ID的B欄 裡面放什麼 放MID 因為剛好VBA的MID跟Excel的MID 一模一樣 前瓜糊 去切割什麼字呢 切割A欄裡面的字 所以把 這個 A欄裡面的資料放進來 把這邊 複製過來改A好了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痘點 那我要從哪個字開始切呢 錢瓜糊加1嘛 所以A 怎麼樣 加1不就好了 痘點 幾個字 後瓜糊 後瓜糊不是B嗎 B怎麼樣 減掉什麼呢 減掉牽掛的位置 不就A嗎 然後再減 減1嗎 不就跟剛剛公式一模一樣嗎 那差別在哪裡 其實就是有A有B啦 那我跟各位講 其實 Excel 跟VBA最大的不一樣 還有一點 VBA裡面可以隨時產生你要的變數 可以暫時存放一些資料 但是在Excel的公式裡面 就不行 OK 如果不行的話 你真的就很麻煩 像我們這個地方如果不能 暫時存放資料的話 我讓你程式就很難寫了 那這樣的話 先把那個錢瓜糊找到位置先放A 再把後瓜位置放B 那我到時候我要切就再切就好了 這樣不是 相對比較好敘述嗎 應該可以看懂我寫的程式吧 好 那這樣就寫完 不過呢你現在執行會有個錯誤 什麼錯誤 他會發現他沒辦法切 為什麼 因為 先找A2的時候 他因為他沒有前瓜糊 也沒有後瓜糊 所以他一切割之後你會發現 他的字串長度0-0 在-1這邊負1 負1個字沒有這麼多字 所以怎麼辦 很簡單 我剛剛講到的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呢 在回缺裡面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如果沒有錢瓜糊的話 那我就跳過 特別是 如果沒有錢瓜糊 那我就跳過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敘述 如果 如果 這個其實就是有點像取代 那個 Exel裡面的ifel的寫法 如果 如果 當什麼情況下 那我就是 那我就是 應該是 把if 應該是寫在哪裡 寫在這裡 寫在下面這一行 先把A跟B先做出來 那我就判斷 如果A,所以前提我什麼時候要切割資料 特別注意,如果A等於0,我應該就是跳過 所以這個地方請你把它改寫成 當A不等於0 特別注意,等於是相等 在BBA裡面不等於的話,請你寫成這樣 先小於再大於,這個叫不等於 這個規則可能要記一下,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0,意思是說 當它這個找一定要找到位置的話 空一格,then 這有固定寫法,如果後面一定是邏輯 才去做這個事情 那if的話,一般一定會有一個頭叫if 那尾巴的話呢 一定要有一個n的一幅 它是一對的,一幅 配n的一幅 然後呢,後面一個then 中間是邏輯 那請你把中間這一行的搬到哪裡 搬到這裡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A不等於0的時候 什麼叫A不等於 就是說當A不等於0就是沒找到刮虎 不等於0就是有找到刮虎 所以這個可能需要稍微轉個彎 所以我這邊可以加個註解 當什麼? 當什麼? 有什麼? 那個錢刮虎好了 錢刮虎 有錢刮虎 ok 好,這時候啦 所以就是A不等於0的時候 才去做切割動作 那如果我說當A等於0怎麼辦? 它就會直接跳過 意思是說略過 就不會做任何事情 不做任何事情 那就是保持空的啦 ok 這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吧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把這個程式倒車一下 倒到這裡來 讓它判斷一下 因為A現在等於0對不對 所以這個邏輯會怎麼樣? 它會跳過 跳過就是 就像那個去搭捷運一樣 你沒有刷卡 它不讓你進去 那你刷卡可以進去 有沒有 所以取決於在你有沒有刷卡 有點像是這個就是邏輯判斷 這個判斷 當這個條件為觸的時候 所以這個東西有點像刷卡 還可以進去 還可以進去下面 下面有點像搭捷運 如果沒有 如果它等於0 就是它沒有刷卡 很抱歉 你就不能搭捷運 就這樣 所以這種邏輯判斷 將來還蠻常會遇到的 當然這個是一重邏輯 未來還有兩重 還可以true做什麼 還有force做什麼 有沒有 還有呢 不只trueforce 還有第三個、第四個、第五個邏輯 多重邏輯怎麼做 這個我們是第二單元 所以後面會講到 這樣的話你就是讓這個程式大量幫你做 然後你做邏輯判斷 它就自動幫你完成了 再複雜的邏輯也都可以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先講這個一重邏輯 所以當它有刮弧的時候 才做下面 所以它因為沒有刮弧就跳過 然後下一個 再來的話 i等於3 就下一個 A3 所以A3裡面有沒有前刮弧 有沒有後刮弧 看一下 有 A等於3 B等於9 有沒有 那表示有了 所以呢 A是不是不等於0 true 所以它裡面 A不等於 因為A4等於3 所以有找到資料 那我們就怎麼樣 下一個 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有前刮弧 所以它可以做切割這個動作 所以切割的話 切割 有沒有發現 它就切割過來了 OK 然後再下一個 來一次類推 下一個也有 所以下一個也會切割 下一個也有 再黃飛這個沒有 所以它就跳過去了 有沒有 OK 那跟各位講 我剛剛做的這個就是 按執行的時候 我不是直接按這個按鈕 我是按這個 叫做F8 F8的話 就是當你寫完程式之後 你不確定說 你這個程式 到底跑的過程是怎麼樣 因為你如果直接執行 它對了就對了 錯了就出錯 但你不知道為什麼出錯 那你可以利用主行 那主行的好處是 你可以一邊寫 一邊確定說 你這個變數裡面的值 還有就是說 你錯的話 可以邊改 沒關係 那改完之後 你可以用那個倒車 這個倒車就可以 把他拉上來 程式就可以讓他往上一行 重跑一下沒關係 這個方法還滿不錯的 就是說你有些東西 即便程式剛開始 你說老師你怎麼寫出來 我就這樣寫了 把他慢慢 先讓他慢慢跑 那如果錯了 我就慢慢修改 改了讓他再倒車重跑一遍 對不對 慢慢去咀嚼 不然的話有時候 如果你像總統直接這樣一執行 跑錯了 不知道為什麼 OK 那就沒辦法進步 我是覺得 VPA 它那個編輯環境 其實還滿人性化的 如果跟其他寫程式的環境比起來 像Python 或者Java 或者其他 這個還算是滿人性的 不過再怎麼人性它還是程式啦 還是很難學是真的啦 可是我是覺得你慢慢增加你的那個程式的理解度 你會慢慢慢慢越覺得 其實慢慢越來越看得懂吧 我覺得這個程式沒解好嘛 但是執行完就是我們要的結果 我把它全部執行 所以如果全部執行的話就按下它 OK 大功告成了 再增加一個按鈕 就完工了 再把它執行 清除 執行 OK 所以我們 再把剛剛的程式 重點敘述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是直接拿上面的這個公式 程式直接拿來貼過來 那只是增加什麼東西呢 我好像只有保留FOR跟NAS 增加這個 找前刮斧的寫法 找後刮斧的寫法 然後呢 邏輯 如果 什麼條件 然後 做下面的事情 End if NAS 下一個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邏輯 最好是說呢 假如你一下沒辦法打對 你沒有你可以先模仿著做 那最好是回家之後 可以找一個機會 沒有人抄你的時候 如果可以你可以把從頭到尾 不是用照鈔的 是說你不看我的程式 然後也可以把它從頭到尾寫出來 然後說法也說正確 那表示你真的是學會啦 不過字沒幾個字啦 只是說最怕就是你打錯字 還有就是說你那個邏輯不太熟悉 如果都可以理解 而且每個字都會對的話 那表示你將來要寫別東西 也就自然而然會越來越順手 那未來大家有個終極目標 就是以後如果你可以什麼 看到這個工作的邏輯 然後你可以整理出一套程式的邏輯 寫出來run沒問題 那你這個事情就搞定了 不過當然還是需要一些訓練 那這邊會多一個所謂的邏輯判斷 後面的話我們會再教各位兩重跟多重 那以後的話如果你會回圈配合邏輯 那其實大部分的工作 就可以很快速的可以把它這個處理完畢 試試看這個部分